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 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 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0年 毛主席紧急发布逮捕令 要求湖南地方政府迅速抓捕一男子 并将其就地处决 这名男子到底是谁 何至于惹的毛主席如此生气 甚至要连夜宣发逮捕令 并下令将他就地处决呢 1877年 罗克少于湖南查林县出生 自打他一落地 过的就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地主生活 罗克少组上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查林人 而是由北方迁到这里的客家人 作为外来的户的客家人 和原本世代生活在查林的本地人 从最初之后就相看两眼 两方势力时常产生摩擦与矛盾 甚至有时还会发生火拼 而客家人为了在这里生活下去 便团结在一处 推举出最具影响力的人来领导他们 罗克少的祖辈 在当时就是查林 桃坑乡两地客家人的领头人 善于经商的头脑 外加客家人领头人的特殊地位 罗家很快就在查林地区扎下了根 他们积累了不少家财 变成了一方地主富豪 甚至还花钱 置办了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 等到罗克少出生时 罗家在查林的势力已然根深蒂固 作为罗家的地主少爷 罗克少的生活更是奢靡享受 小小年纪就身着马挂 叼着烟斗四处游逛 虽说罗克少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到私塾进行学习 但是他却不学正道 正日想着如何泛滥爽滑 在乡里横行霸道 鱼肉百姓 被入乡民们记恨不隐 这种嚣张作恶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罗克少50岁的时候 这一年是罗克少人生中的重要节点 他戏剧般的下半生由此开启 1926年 政治我党发动土地革命的重要时期 在毛泽东多次开展 农民运动的时代背景下 各地的农民运动 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 这那年末 湖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昨天起的农民自卫武装组织 很快就对湖南当地的土豪猎身 不法地主党人 展开了反抗和清算 湖南查林当地的人民 早就对罗克少这个地主恶霸 忍无可忍了 当农民运动发展到查林线时 罗克少如过街老鼠一般 被老百姓抓了起来 此前一向都是横着走的罗家地主 如今被贫民压着游街失重 还站在台子上携手披抖 而罗克少压根没觉得自己之前做错了 只觉得就是有了共产党的存在 自己舒坦日子才出现了波澜 从这一刻起 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 怀恨仇恨的种子 便在罗克少心里扎了根 他开始寻找机会 企图对共产党实施报复 然而 让人感到心痛的是 没过多长时间 他便等来了所谓的复仇时刻 1927年 蒋介石工人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将屠刀对准共产党人 而此时 湖南军阀许克祥 也借其在长沙 发动了马日事变 共计捕杀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 整个长沙 都因为这场反革命政变 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之中 然而此时的罗克少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却大为兴奋 他很快 在自家原有的武装基础上 再行招兵买马 组建起了查林县 18团团防局 开始对我党进行报复 一时间 面对国民党部的倒戈 和各地的地主武装力量 复仇行径 我党人士 落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几乎要到了 消亡殆尽的地步 而就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不惊奇地发现 他们可以利用 罗克少这类地主 对于共产党的不满情绪 团结这些地方武装力量 一起对付共产党 于是 蒋介石随其任命罗克少 为民党查林县义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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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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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势力持续做斗争 一不小心就会落入 户被受敌的境地 而最令人感到担心的是 此时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中 有一些人的思想产生了动摇 虽然大多数的工农革命军 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认为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才能为百姓造福祉 但是在这样艰难的递境之下 队伍中有一些贪生怕死的情绪 就逐渐浮现了出来 更让人为之痛心的是 动摇心思的人还不是普通的士族 而是时任工农革命军 第一团团长的陈浩 在七眼见识国民党部 向五党人士举起屠刀后 历经革命艰辛的陈浩觉得 自己不想再跟着队伍 这样走下去了 他决议要投靠国民党部队 而且这个临阵脱逃的叛徒 还不只是打算自己走 他和几个跟他一样 心思动摇的人商量过后 准备连夜将一个团的士兵 都秘密带走 去投靠湖南军阀方鼎英 陈浩原本以为 自己的背叛将会无比顺利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出城的时候 却被巡逻人前委委员婉希 发现了他身上的投诚书 婉希先在得知陈浩的叛逃消息后 立马将此事 禀告给了毛泽东 队伍正是在艰难的时期 如果就这么让陈浩 带着一个团离开队伍 那么对队伍中的其他士兵 会造成怎样不堪设想的影响 革命还怎么继续下去呢 此时的毛泽东 立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亲自带着两个连的士兵去追悔第一团 然而 就在毛泽东等人赶往湖口的时候 却突然遭受了莫名的枪击 派出人马 和毛泽东等人展开枪战的不是别人 正是卫武军改出查岭县的罗克少 原来 从井康山到湖口乡 必然要经过江口乡 而江口乡 却偏偏是罗克少的根据地 罗克少看着有一支队伍 想要经过江口乡 在确定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后 直接下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被防外的暗哨给发现了 虽然罗克少底下的人马立刻开枪将暗哨射杀 但是宁静夜晚传来的枪声 仍然被防外的暗哨给发现了 提醒了房间内开会的成员们 危险已然降临 农民自卫队队长殷子斌看情质不妙 当下决定取消会议 联网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而他自己则选择留下来替队友们做撤离掩护 纵然殷子斌在危险到来时已然足够冷静和英勇 但是敌人有备而来 人数和武装力量都远胜于开会的成员 最终包括银子斌在内的18名干部死于敌人枪下 就此离开人世 这种惨案在历史上被称为摇水大惨案 当毛泽东得知 罗克少带着人马将这些农民自卫队成员残忍杀害后 他几度哽咽到无法开口说话 连续几天都不能好好进食 而就在摇水大惨案事发的没多久 得到国民党封厚家长的罗克少 再次对我党人士痛假杀手 直接将19名苏维埃干部当场杀害 还将许多革命人士送入到了牢狱之中 蒋介石对罗克少做出的功绩十分满意 不仅给了他丰厚的赏赐 甚至在1929年为他建立了一个军工厂 可供他更加猛烈的对共产党发起进攻 然而这桩桩渐渐的功绩背后 都是血淋淋的人命 罗克少肆意对革命人士进行杀害 甚至还伤及无辜百姓 动不动就对附近村落进行烧杀劫掠 这都是一桩桩数不清的罪行 最终中共中央对罗克少 罗克少已经到了无可再忍的地步 在1930年2月 金刚山的革命军对罗克少进行逮捕 而此时的罗克少 一看往日暴力残虐的面目 反而换上了一目善美的样子 罗克少向我军表示 如果肯放过他 那他愿意将军工厂全部上交 对于这种穷凶极恶的残暴之徒 我军断然拒绝罗克少提出的交易 下定决心要将他就地解决 然而此时 罗克少却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救走了 就此逃出我党的事件 得知罗克少躲过了此次处决后 毛泽东愤慨地说 在井康山有两条大地头蛇 东边有肖家壁 西边有罗克少 不把他们打掉 我们不得安宁 后来直到建国 罗克少这条地头蛇 始终没有被王主席忘记 毛主席清楚地记得 他所说出的种种罪行 势必要将他逮捕之后就地处决 当湖南省人民政府 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后 第一时间 就开始对罗克少这个人展开追查 在一番调查过后 相关人员确实找到了罗克少 而工作人员眼中这个罗克少 却掩然一副老师模样 还是当地的小学校长 怎么看也不像是和我党作对的恶人 此时的罗克少已经73岁了 一家人住在破破烂烂的毛屋里面 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据当地的工作人员介绍 在建国后 相关人员开始接管当地的工作室一时 这个罗克少紧得异常激动和热情 甚至将土地和财产都主动上交给国家 一家人搬进了茅草窝里面 还是当地的政府人员看他认得几个字 看上去人也憨厚 便将他聘请为小学校长 在调查过程中 调查人员突然得知了一个惊天消息 罗克少在一夜之间暴毙了 等到工作人员匆匆赶到罗克少家中时 眼前已经多出了一座新坟 罗克少家人哭诉道 罗克少身体本就不好 昨夜直接暴毙家中 按照客家人的规矩 当天死必须当天埋的规矩 已经将他下葬了 然而此时 一名老干警看着那座新坟 心中生起了一丝怀疑 他认为 罗克少根本就没有死 现在这座新坟和家人的眼泪 不过是逢场作戏 演给他们看的 随后 在老干警的坚持下 罗克少的家人 胆战心惊地打开了罗克少的坟 果真 如老干警所预料的一般 观察里面什么也没有 罗克少还活着 原来 在国民党大事已去 所剩余部逃到台湾之后 罗克少就明白 自己所谓的靠山就死坍塌了 但凡自己要活下去 就要加紧尾巴做人 所以在建国后 他以至全力配合 当地的工作人员工作需求 极力为自己打造一个 全新的善良人设 企图掩开自己过往的罪行 逃脱我党 对他的处决 然而指 终究包不住火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一定会降临 当相关人员找到罗克少时 罗克少就已经明白到 这是毛主席派人来处决他了 然而此时他仍然存在侥幸心里 认为自己事先逃过一次 这次只要将计划做得天衣无缝 谁也找不到他 于是他就想出了炸死的方法 先要逃过历史的审判 最终 公安干警们在罗家附近 一座后山的山洞中 找到了罗克少 当罗克少被带出山洞时 他终于没了往日的嚣张和煎惑 他面如死灰 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1951年2月10日 法院公开对罗克少的往日罪行进行审判 最终法官当场宣判 罗克少被处以死刑 随着一声枪响 罗克少这个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 最终停止了心跳 而他罪恶的一生 也终将走向了结局 当毛主席得知 罗克少被处决的消息后 他虽畏之一语 然而紧松的眉头却舒展了开来 这根扎在主席心头多年的刺 在这一天终于被彻底拔除 回国我党漫长而艰辛的革命时 不难发现 我党在任何时刻 都是从人民的幸福出发 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为了给予所有国民幸福的生活 我党人士 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努力 但是无论是谁 只要他与人民为敌 侵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那我党无论何时 也不会将其放过 正义的审判 终究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文之最后 还是想说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衷心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个 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 正直坦荡的中国人